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就是在夜间不熬夜 有充足的睡眠 也没有劳累 工作的情况 也是一直疲惫 那么就不能忽视了 这可能也是一种缺少假元素所造成的症状 第二个表现就是肌肉无力 经常抽筋 如果你经过了过度的劳累之后 晚上回到家出现这种四肢麻木 肌肉无力 甚至不能够站立行走 那就是身体在明确的向你发出了缺假的求救信号 一定要重视起来 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经常抽筋 不一定都是缺钙所导致的 也有一种可能是缺假 因为假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收缩 肌肉和神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都是需要假元素的参与的 第三个表现就是情绪不稳定 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也是需要假元素的 如果缺少就会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 而神经系统的紊乱 轻者就会导致人焦躁不安 消极烦躁 重则会头痛 情绪不稳定 如果说您家中中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缺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第四个表现就是心理失常 假元素是我们人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 包括调节渗透压 还有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 同时可以保证神经 肌肉和心肌功能的一个正常的运作和活动 所以说如果缺假 那么就会导致心理失常 那么假元素说到这么重要 要怎么去补充呢 一般就是从吃入手 多吃一些含假元素高的食物 比如说水果当中的香蕉和柚子 还有蔬菜当中的菠菜啊 油菜 大葱 紫甘蓝 线菜等等 那么长期每天适当的吃一些 我们上市说的食物就可以补充我们的假元素了 好了 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